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企业教练千金方的节目 我是杨慧玲 Celine 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 爱丽丝还是还没回来工作 所以今天还是由我来代班 好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我要继续邀请上一次跟我们分享 艾萨首作坊的这一个负责人 张传玲小姐来跟我们一起 共度今天的时光 传玲好 各位听众好 惠玲老师好 好各位听众 这个听到传玲的声音很高兴 我们就知道 今天我们要在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 这个时间里面来度过 上次我们谈了艾萨 很多这个很丰富的这个学习 包括课程的学习 包括艾萨现在在做的这些 这个展览 以及很多的这个很美的理念 在分享给大家 那今天我想要跟传玲来谈一谈 就是说好 艺术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讲 它总是像一个 毕竟好像是有门槛的 总是像一个我们说艺术殿堂 是 所以要接近 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所以很多人他心里会想 其实我真的好想去试试看 也很好奇 而且就像走过你们的这个门口的很多人 他可能也很想要走进去 甚至有些人走进去参观 参观了以后又赶快悄悄的走出来 我相信都会有一点点这种 这个跟美接近的一个障碍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从这些角度里面来谈谈 究竟一个人要怎么走进这一个手作的世界里头 现在来参与你们的这些 这个手作的这些学员 我不晓得 可不可以也许从这个角度跟我们分享 他们来参与 通常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条件 需要具备过什么样的一个基础 你会觉得可能 在手作这一个领域里面 他才可以跨进这个门 好 其实慧琳老师这样问的时候 我的确有遇到很多不同的学员 那我们目前手作的学员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是真的本身对手作有喜好 所以自然而然会找上我们 然后有各种不同课程的选择 可以满足他们学习的一个欲望 那另外很多 我大部分的学生是 或是我们的同好者是第一次接触 他们也对自己都没有信心 可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看到他们 他们回馈给我的是 原来我也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手作时光 而不是说 我要做出跟老师一样漂亮的东西 在那个过程中 他们得到的回馈 大于作品的精美度 那是让我非常感动 也是让我觉得我应该更加努力的地方 他们在那个过程中会跟我分享说 我来你这里好舒服哦 而且好轻松 我不知不觉就会想要待在这里久一点 或是会问我说 我下次还可以做什么 他们经过了第一次的体验之后 就不会就会知道说 我即使不是一个有双手巧的人 或是我从来不会拿画笔的人 我也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手作它最主要传达的就是 即使对达人来说那是劳作 但对你来说那是独一无二的手作 这是我一直想要传达跟分享的 不是一定要有一双非常巧 巧 灵巧的双手 我觉得你只要愿意开放你自己的心胸 我觉得你可以享受那个当下 那个过程的愉悦 是 独一无二真的永远是最不可取代的价值 对 我觉得这一点的确 因为我自己平常 其实长达将近十年 我其实都一直固定每一个礼拜 有一天晚上是在学画画 那就是从基础素描开始 那我们有一个画画的老师 他其实每一个学期都会安排我们一次 到那个阴哥去画桃 那我们那一次的画桃 就是等于会到阴哥那里有好几家 就是会给学员你自己在那边选择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盘子 选择画瓶 选择杯子 然后你自己画上你喜欢的图案 那他会帮你这个就是烧 烧了以后 你就会变成一个 这个可以实际可用的这个用品 那每一年我们去做一件 你知道累积下来也累积了好多件 这些用品 我画的这些杯子啊什么等等 真的自己就放在那个架子上 真的是都舍不得 绝对舍不得给人家或者是 这个就是你真的就会发现说 他其实可能不见得 是什么样的一个艺术之作 可是他就是独一无二 因为是你自己做出来的 而且是不可取代的 所以这一点的确 在手作这一部分 是很难的一个价值 那不知道来到你的手作坊的 这些同学除了 这个就是他们大概是用一个 什么样子的想法来到这边的 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来参加手作 除了喜欢之外 通常是会被我们手作坊的一个外观吸引 想要进来 然后想要参与 然后在我们的解说之后 我们当然也有一个师资的培训 我们会希望说你可以试试看 然后我们的体验课大部分都是 不需要带任何东西 你就可以双手带一个喜欢的作品回去 那样子的成就感会让你知道说 我原来也可以做跟老师一样好的东西 那我们的体验课的目的就是让 其实有点像在给你很多的机会 让你去察觉你对哪一个有兴趣 然后我们也有师资培训的部分 当你发现你对这个东西非常热爱 你愿意再去进一步挑战 或再进一步想要去学习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管道 就是培养你像跟我们一样 培养第二季场 在人生规划上面 多一个专业的技术去创造 所以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你甚至不需要任何的基础就可以来了 是的 我们是强调连小孩子都可以操作的 对 其实小孩子的课程有哪些呢 小孩子课程其实我们都可以 就譬如说一粘土它是四岁就可以操作 然后甜点粘土也可以 因为我们强调的不是要跟老师 一模一样精致完美的 所以小孩子是都可以操作的 我一定要跟大家特别提醒 那个甜点粘土 因为那个事实太吸引我了 就是那个日本的那个 用粘土的方式做出 好多好可爱的那种小蛋糕 是 小饼干 哇真的好可爱 那的确是我们台湾是第一次引进这个日本关口真佑老师 他那个日本日清粘土 它跟一般的甜点粘土不一样 它具有透明性 然后具有精透感 所以凑出来的简直是跟食品是完全一模一样仿真的 它的技术跟专业也真的是让我见识到说原来日本的粘土 它的技术跟它的仿真度 还有它的成熟度是要这么的要求跟这么的完美 那我也真的很推荐给大家可以来体验看看 那简直像一个美食饗宴一样 对那个真的要小心 绝对不可以被放在小孩子拿得到的地方 很容易就绝对务实 好所以好 所以等于就说第一个 假设你就是很单纯 就是很想试试看有兴趣 其实你不必具备任何的基础 你都可以进入这一个门槛 好那接下来可能就是 如果你在这一个领域里头 你自己本身有一点基础 或者你有一些兴趣 那你来尝试之后 你会想要把它当作你的生涯 或者未来的发展 所以你们这边也会有师资的培训 是 有些部分我们是都有师资的培训 我们都有日本专业征兆的资格 那我们没有的部分 我们也会转介给其他的师资培训的单位 也会提供您相关的资讯 就是我们希望这不只是一个才艺教室 是一个手作方 我们希望则是一个分享的交流 我们也非常欢迎 欢迎很多有这样子征兆 或是愿意分享的老师 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样一个理念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所爱的手作 它可以带给其他人 更多不同的快乐跟能量 是这一点我觉得可以见证 传言这个地方 它其实的确很认真的想要把它 塑造成为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不只是艺术的一个这种接近 就是美的一个接近 也是一个那个知识上面的提升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运用了传令这一个平台 我们因为我自己当然在艺术这个领域 我是不行的 我真的只是完完全全 只有我常常开玩笑的说 我对艺术是具有鉴赏力 但是没有这个创造力 因为长久以来 我自己因为过去的工作关系 这个要办这些国际艺术大展 或者是办一些文化节目 所以我的确是需要具备一点点的鉴赏能力 那当然也因为认识一些艺术界的朋友 可是我自己的功力就不行 所以艺术方面是没有办法 但知识方面还可以小小效劳 所以在传令的这一个场地里面 我们也有一个读书会在进行 也有那个电影的鉴赏的讨论会在进行 所以你看除了艺术之外 其实知识的分享 也是传令其实想要借由这一个平台 跟大家共同一起来这个塑造的 好所以我想要跟传令在 请传令稍微跟我们做一个 比较不一样角度的一个谈 就是说刚刚我们提到 虽然我们不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一个门槛 可是我前一阵子我就 刚好跟一个朋友在谈的时候 听到了一个说法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学校当老师 那其实他也到了传令的这个手作坊 然后他就对手作坊里面一些东西 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叠古巴特 他就觉得因为他当老师 他很想把他介绍到学校 甚至有老师来教学生 结果呢他跟学校在提议的时候 那个学校他们的校长就跟他说 叠古巴特不用学啦 叠古巴特不用学 这个自己做就会了 反正我们有材料 就买材料自己做就会了 好我想要请出来告诉我们说 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如果像那个校长讲的 反正我只要去买完材料回来 我自己剪剪贴贴不就好了吗 是 好学习跟不学究竟差别在哪里 其实在叠古巴特这个领域 我的确碰到很多学员 甚至我的朋友跟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那我也常常跟我的杨老师做一个沟通 其实这就是专业跟非专业之间的差别 那我们把自己定位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那的确外面叠古巴特很多DIY 或者学校的一个分享的一个手作的部分是常常会有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到那样的一个作品 常常你做完了之后是放在一边 你不会再带出去的 那但是我们手作方的叠古巴特 我一直传承杨竹珍老师教我的部分就是 你要带入美学的设计 一个餐巾纸怎么样把它变成属于自己的东西 同样的一张餐巾纸 你怎么样把它分解出来属于自己的创作 还有它各种不同的教材 配体各种不同的结合 它真的不是一次体验就可以完成的 你要单纯是当做一个手作体验 当做一个疗愈的部分 那是很OK的 但是你要成为一个师资 你真的是要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尝试 而且要不断的进修 连我自己本身我不违言 我都要必须不断的尝试 因为美这个部分是无止境的 而且它的派别非常的多 它有各种的不断的一个学习的领域 是要你去探讨接触的 那这我是的确是要跟大家讲说 如果学习的这扇门 如果你把自己的门子打开了一个缝 觉得这样就满足了 我觉得那是每个人都 那是每个人对自己的学习的一个欲求 但是我希望这个门 这个窗户是打开的 你只要愿意打开窗户 跨出这一步 你所得到的收获 远比你想要期待的还要多 你刚刚提到了杨老师 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杨老师吗 杨竹生老师是我学习跌骨巴特的一个老师 他跟一般业界的老师不一样 他因为他是一个退休的老师 所以他希望把所有的艺术都可以带给所有的孩子们 他是美术老师吗 他是一个退休的国中老师 因为他要把这些美学跟这些艺术 带到生活化上面去 他要推广给这些特教的孩子 还有国中的孩子 他不能够用太昂贵的教 或太专业的技术 所以他不断地学习所有的跌骨巴特相关的知识 以及技术 然后把它转变成平民的东西 他可以回答你所有跌骨巴特相关的知识跟技术 也会把它转换成属于自己的风格 那是我想要努力追求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态度 我可能今天不是一个专业的体系 但我的美学领域是宽广的 不要排斥的 不是单一的 那这是我在杨树珍老师身上所学习到的一个 教学是无私的 他不是说像他知道我也是要教学的 可是老师那个无私的分享 还有所有我们不断探讨研究那样子的态度 真的是在互相教学相长 我在这个老师身上看到了一个无私的态度 所以他对我身为一个老师的一个 学习影响非常的深 我其实总是认为不管是知识也好 或者说是一种理念也好 其实这个分享其实他才会更扩大视野 因为其实我们真的每一个人是有限的 我们是有极限的 那只有当我们跟别人去做一个交流的时候 其实我们才可能发挥那个一加一大二 这样的一个成效出来 我在我的学员身上面 真的也回馈学到非常的多 我觉得那个教学相长 真的是给我在手作方最大的收获之一 那个满足感 常常是在学员做完作品之后 哇我觉得那真的好快乐 从他们满足的笑容里面 我觉得我的快乐真的不亚于他们 是我们读书会有一个成员 蓝芳啊 他就最近因为也到传邻的这个手作坊去学叠鼓巴特嘛 他那天就跟我很得意的说 嗯他好像上了四次课 已经创作出了三个成品啊 对 非常的得意 其实学员也常常在跟我分享说 他在我这边 嗯他知道外面的跟我的不同是在于说 我会很把所有的美学的部分 通通都跟他们分享 我希望今天不是只是做一个劳作 或是一个手作而已 是 我希望带给他们的是 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作品 他可以有什么样子的可能 那你怎么样加入自己的特色 自己的设计 我希望那才是我们真正每个人从 在生活美学上面 对一个作品的看待 以及看待他自己 那都可以慢慢的潜移默化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以及学习的部分 是 艺术的路其实真的非常的宽广 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 继续 我们会跟传邻继续聊更多更多 跟这个手作相关的这些 不管是欣赏也好 或者是创作也好的话题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谢谢